在今天结束的一场季前赛中,荆州勇士113比123不敌洛杉矶湖人队,而本场比赛真的不像是一场季前赛,更像是总决赛3抢7。 在开场双方就打起了快节奏,而且防守强度极高,拼强也很凶悍,詹姆兹狂突破篮下造杀伤,英格拉姆则四肌埋伏,波普连续外线发炮,勇士杜兰特,库里,汤普森也连续拿分,这在前几场是看不到这样的情景,只能说双方都非常重视彼此,特别是在这个夏天詹姆兹加盟之后, 胡仁就把目标锁定在了勇士身上,而勇士和詹姆斯之间又是连续四次在总决赛交锋的老对手,也不得不让勇士重视起了胡仁,不过相比詹姆斯上赛季在其次的阵容,胡仁现在的配置似乎看起来要更强一些,因为他们拥有无限的上升空间,特别是胡仁三少,英格拉姆,普兹马和球哥鲍尔, 下半场胡仁在没有詹姆斯的情况下,胡仁靠着三少就把勇士打猛了,其中小杜兰特的英格拉姆,确实是打出了风采,不仅在第三节连续得分,还把杜兰特打到六半离场, 而胡仁靠也不妨多让,不仅在外线投进三分,还不断冲击篮下造成杀伤,而球哥在调整投篮手型和尊重之后,也是打出了风采,胡仁的打法和勇士大不一样,他们就需要杀伤篮下, 这些年轻人的表现也让詹姆斯非常满意,他在赛后夸奖了拳队的表现,今天两支球队都在立冰莫马,为常规赛做好准备,我们的年轻人很棒,鲍尔刚刚复出,但他很快就适应过来,他有很棒的球场视野,并且运动能力出色, 因格拉姆会在未来成为这个联盟最优秀的得分手之一,他具备那种潜力,库斯老泽在攻防两端展现了活力,他打得很有激情,而最令我满意的地方是,虽然我们打出快节奏,但是我们的失误控制得很好,这就是胡仁应对勇士的打法,打出速度,打出防守,控制失误,在上赛级西部决赛火箭和勇士的对决中, 人们就发现了这一点,谁的失误上,谁能更加有效的控制失误,谁就能赢下比赛,同时球哥在赛后也宣布了一个喜讯,他说道,我的膝盖已经确定100%康复了,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找回状态,今天我事实只找回了一半,很显然的是,胡仁还能继续提升实力。